中国电影报道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龚俊 网剧《狐妖小红娘》月红片中 龚俊饰演的是东方月初 幼年时被涂山红红救下后 奋发突强声名雀起 成为道界传奇 也收获了涂山红红的芳心 他这个角色 首先我没有饰演过这么活泼的 对 前期很可爱 以至于我会去给他设计很多 我之前没有尝试过的一些 偏二次元的一些表演的方式 前期有一场戏是牙牙姐 在教那些涂山的小狐狸们上课 但是她不让我上课 因为我是种族不一样 我是个人族的小孩 然后我就想去偷听 然后又必须得设计一些可爱的表演方式 现场我看到是导演是没有准备道具的 但是我看到现场正好有把扫帚 我就赶紧把那个扫帚拿来 我觉得挺合适 这种设计对于月初来说 是一个非常可爱的 也比较贴近动脉形象的这么一种设计 我只煮给你喝 其他人没兴趣 《狐妖小红娘》叶红篇 是龚俊和杨幂的首次合作 戏里戏外身为姐姐的杨幂 都给了龚俊很多帮助 你不能笑我 笑我就开始笑 刚开机的时候 因为前一两天 我对于这个人物的内核 可能这个比较婆婆的这么一个性格 就是抓的可能还不太准确 密节有的时候还会传授我一些 这个可爱的一些这个技巧 比如说好像是要脱塞吧 你要不蹲着啊或者是偏可爱的这么一种方式 走吧 睡觉走吧 剧中东方月初有着超过十年的年龄跨度 从童真少年到一代盟主 演绎这个人物的成长变化 对龚俊来说同样是一次自身成长的机会 前期可能大家看个 就是涂个热闹 看得我天天唧唧喳喳的 每天话老多了 这么多年了 妖仙姐姐的容颜分毫未变 实在是令人羡慕 但到了后期 拿她这个角色就是 会有自己很多的一些 纠结和内心的矛盾点 所以呈现给大家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种状态 跟前期她的乐出两种表演的方式 包括思考事情的方式 包括呈现给观众的一种方式 它是不一样的 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帮助吧 就是说这个人物有多面性 《无妖小红娘》月红片播出后 龚俊的古装造型引发关注 自从2015年 凭借古装偶像剧《刀剑缭乱》 踏入演艺圈后 她先后在多部古装剧中 塑造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对此她表示 自己愿意继续接拍古装戏 同时也渴望挑战新的题材 我觉得现在对于我来说 拍古装剧 就偏偶像类的这种古装剧 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 把这个自己最好的状态 留在荧幕前 对吧 现在这个粉丝 我喜欢我的人 也都爱看我的古装 古装类型的戏 那我也会多多尝试 未来呢 也不排除我要拍这种 现实体材或现代戏 近年来 虽然大荧幕作品不多 但龚俊始终是中国电影的中式影迷 前辈演员的精彩表现 都让她获益匪浅 最近看了一部叫做《我爱你》 好 年轻的 来来来 干 为什么给我很大的触动 是因为他们在里面的 那个氛围感 因为所有老戏骨演员 他们就像一桌 非常好的佳饶一样 大家在一起 能摩擦出不一样的火花 也能让我真实地 进入到那个情境 还有一部戏 叫严炳燕老师的《万箭穿星》 妈 快一点 好 小心摔跤啊 慢点 她从一开始的 有点偏神经偏强势的 这么一个麻麻的角色 到了后面 一步一步所有的这个 难过的点 或者是矛盾的点 交织到一起 她一并迸发的那场戏 那简直是教科书式的 我觉得能够让观众 这么多年还能记住 这么一个好的作品 就是作为演员来说 最大的成功 多年 是 都不停地 活动 是